老婆我和你 是会走到永远的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牢 只可惜爱情真的有保质期 所有的承诺只有在爱的时候才会做事 王峰张子怡结婚离婚这事啊 以前总有人说张子怡下嫁给王峰了 现在又说他终于开眼了 依我看啊张子怡不光是现在开眼 他在每一步选择都是很智慧聪明的 你看他在适当的年龄 最佳生育年龄遇到甭管是对的错的人 生了一二一女 这就是他比大多数明星都成功的一方面 从王峰的角度来说 咱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赌博不良的爱好 咱们也不知道 但是王峰绝对是有才华的 他这个人在协作作曲方面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音乐界的成就也是看得见的 他的父母也都是知识分子 不然当初大名鼎鼎的张子怡 也不会看上相貌平平 个头又不高的王峰 所以仅从基因上来说 张子怡跟这帮个才子结婚生子啊 绝对是忧生忧郁 张子怡在娱乐圈的影视界 地位也是有目共睹的 年纪轻轻的张子怡在娱乐圈影视界啊 早已经是功成名就了 而且在适合的年龄 他也把几个重要的事情 人生大事都基本完成了 为什么说他比大多数明星都成功呢 你看我们知道很多著名的明星啊 娱乐圈没有生过孩子的15位女明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晓晶、范冰冰啊 他们也都一把年纪了 事业是当然是没得说的 但是总是有遗憾 有一些人呢 孩子也没有 结婚也没结 这些大明星在事业上相当有成就 虽然也许有些人喜欢丁克 但对大多数传统的女性来说 还是希望有个后代才算圆满 所以我个人觉得张子怡 还是相当聪明和智慧的 张子怡虽然离婚了 但是依她在娱乐圈的地位与实力 加上她又聪明奴隶啊 接下来她会认真地搞事业 她一定能够再次以饱满的状态 去回归她这个电影市场 说实话 张子怡今年也刚才四十出头 也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 有实力、有地位、有孩子 不缺事业、不缺金钱、不缺亲情 用她自己的话说 她有很多选择 她不但可以让家人和身边的人 扩上好生活 自己也不会因为生活的产品油盐 依附任何人 我不缺一个男人 我衣服在他身上 我为了有很好的生活 我去找这样一个人 我要更多的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因为我多年来的努力 我可以让 不仅让我自己得到我所有想要的 我可以让我的家人快乐 我可以让我身边的朋友快乐 如果不坚强的话 如果我不自信的话 每一天我都会被 出起来的事情击倒 你要学会坚强 要学会保护自己 她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而且现在为人母也成熟了很多 她会更加聪明智慧地享受人生 是不是 说不定回头找个小鲜肉 比她小十来岁都有可能 一大堆优秀年轻貌美的男子等着她呢 一样可以享受爱情 多少男人还想攀附她 讨好她呢 她肯定是不缺爱 所以才敢大胆地选择结婚或者离婚 所以这件事也提醒女同胞们 离婚并不可怕 关键你自己要有这个实力 从现在开始要努力赚钱 聪明智慧地选择人生 生活上情感上不依附男人 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的 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汪汪老师 人家说离婚一次的男人是个宝 离婚两次啊 你就是个草 这都离婚三四次了 这个男人 咱也不知道是啥玩意了 估计还有第五次 不过汪峰已经五十多岁了 累了四次留下四个孩子的 好女人谁嫁过去啊 估计都要掂量掂量了 想一想在四次婚姻里面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到最后呢 反反复复四次 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长点心吧 散会 你确定这个是真的吗 我确定 昨日汪峰张子怡官宣离婚 接着前妻就在直播间直呼解气 同时BGM还放起了呗爽 甚至表示张子怡终于打开眼睛了 也挺接口词的 毕竟它是各种无红链接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